你好欢迎收看12月17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2021花莲幸福耶诞成系列活动 即日起到明年的1月2号 在花莲幸福前的石料公园陆续展开 而16号晚上举行开幕点灯 以平安无惧幸福无惧为主题 希望在年末的圣诞佳节一扫今年 因为疫情所带来的紧张与恐惧 透过市集美食等精彩活动 让明寿感受温暖的力量 还有温馨的耶诞氛围 3 2 1 平安无惧幸福无惧 花莲幸福圣诞成文 欢迎大家的花莲 2021花莲幸福圣诞成系列活动 16日晚上举行开幕点灯 由花莲县长徐正蔚 美轮进行会主任牧师蔡志坚 削皮牧师进行点灯 点亮线幅前方18公尺高的LED圣诞树 以及填饰级的装置灯饰 宣告即日起至明年1月2日 以平安无惧幸福无惧为主题的 圣诞成系列活动正式起跑 我们很快的要穿越时空 来到柏利恒小镇 来沉浸在里面 感受到耶稣基督的爱与关怀 感受到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生活更加更加坚定 今年幸福圣诞成分三大区 柏利恒小镇 曾经是戏剧市集十八摊 圣诞田市集四十五摊 以及胖卡市集十八摊 共邀集来自在地和外地约76个摊位 串联多个甜点美食 其中以耶稣诞生的故事作为主题 透过场景成色 时光旅行 体验柏利恒小镇 希望以一世山丸的方式 达到寓教于乐的新体验 接着讲帮演华联士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